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 前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先生和他的夫人郭德杰女士 从海外归来 7月20日乘专机到达北京 随同李宗仁先生从海外回国的还有程思远先生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 陈淑通 国务院副总理贺龙 陈毅 罗瑞卿 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徐冰 高崇敏 李四光 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叶剑英 傅作义 蔡廷凯等热烈欢迎李宗仁先生 到机场迎接的还有各民主党派 全国工商联负责人 五党派民主人士 曾经参加1949年南京和平谈判代表团的成员 邵丽子 黄绍雄 张世昭等人 和解放战争时期率领部下起义的前国民党高级将领 何积峰 董七五等人 爱新觉罗 补仪 杜律明 宋西连 范汉杰 廖耀香等人 也到机场迎接李宗仁先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李宗仁先生 在机场宣读了声明 今天李宗仁声明 亲爱的同胞们 在国内外一片大好云之中 我已经从海外到移民主国的怀抱里来了 最后 最近受到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做法招呼 感激两声 小姐 我所说 我所说 有言之 在16年来 我已海外带着一声 改变全国移民 在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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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从一世 多年以来 美国 必又与台湾为救 gegen来 闺亡 闺亡 不说不由自己 台湾生 是中国不可分裸的塵寸领导 只不容去美国 Yay 台湾一大陆 就同意 勝出中國雷震 最不容易美國承受 武藏統治以前 盛中山先生愛國反抵的革命 與中國共產黨有個量子 量子的合作的光有儀式 當時美帝國主義 也給我某個子和人人口之中 為地招募幹衛民主責任 國家母子 先以我流派共產軍人統治 今年民主大義 也以我採取統一復仇 依然回到中國懷抱 採取統一復仇 為完成國家最好統一 做儲優優畢總結 當天晚上周恩來總理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李宗仁先生和他的夫人郭德傑女 以及隨同回國的陳思遠先生 參加接見的有彭真郭墨若陳書通和政協全國委員會國防委員會各民主黨派全國工商聯負責人和無黨派民主人士 周總理 在人民大會堂宴會廳設宴招待李宗仁先生 周總理代表中共中央國務院和政協全國委員會對李宗仁先生和夫人毅然歸來表示熱烈歡迎 並表示相信李宗仁先生 他表示這次從海外歸來 志在參加愛國反帝的行列 並願對社會主義建設大業有所貢獻 周總統